大家好 我是天聖妖民生關注的徐佳青 這個活動挺好的 為什麼好呢 因為我最近大家從報紙都看到 十八區一億點做 也有很多顧面 元朗區議會是很聰明的 他就不會自己背上身 我們好像心井 燒鵝變燒鴨大家都知道 諮詢市民意見是最好的 所以徐佳會做得很好 就四個項目來說 我跟在座的意見上不是相同 我會贊成第三個 第三個為什麼會贊成呢 首先我覺得它是符合了 社區重點項目的要求 它會有持續性和長遠效益 為什麼從長遠持續性去看呢 劉河山就是一個比較上 我們元朗區的一個旅遊地區 如果我們大家去過旅行 或者跟過自己的團體 去過西貢 去過領血門 我們看到每個區 每個旅遊特點 那個社區做得很整潔 很整齊 還有很多旅遊人士會去的 大澳 即大嶼山 你看到很多特色 還有去到旅遊的地方的人士 是樂而忘返的 最近我們也去過西貢 西貢我雖然帶了一輛車人 但是他們玩得很開心 為什麼呢 就是有得讓他們走 有得讓他們買東西吃 有得讓他們和小朋友去海邊 去吹海風 變成那個環境很好 去旅遊的人很開心 當地的人又怎樣呢 你看到那個經濟的活動 是很蓬勃的 令到那個區的居民 有很多商機在那裡 變成會動腦間去那裡賺食 這些是民生的問題 如果我們樓山的景處 整個樓山是活化它 變成我們元朗區的一個重點項目 相信我們天水圍的居民 尤其是天北的居民 是多一個就業機會的 各方面那個經濟活動多了的時候 是我們對我們民生那方面 是有所避益 就很符合 是可持續發展這個目標的 另外呢 也是長遠 長遠 顧微思義 你長遠的 就不是看目前的 可能我們呢 就第一個項目 可能起了 就有個會所 好像這個會所那麼漂亮 可以做些什麼 可以 就是比較上是 見得到 很快上見得到 那譬如街市 可能真的 會不會便宜 我不知道 但是你至少 就多過競爭 是不是 那就好像 解決了這個問題 第二個呢 就是說 長遠呢 就真的 目前很難 是看得到的 但是呢 它就是有 潛在 那個發展 空間 在那裡的 就是說 那個 持續性那方面呢 其實就是 包含了一個長遠的 那如果我們 劉浩山那個警署 能夠是 活化 能夠 好像大澳 好像西貢 那樣呢 令到 鄰邊的 周邊的 社區呢 都能夠 活化 就是說我記得 有個婆婆 提到 我們明渠 是吧 明渠那裡已經 很有特色了 那麼 將他 將劉浩山 和明渠 納入去一個 旅遊景點裡面 是否令到 我們明渠的特色 都可以 發揮出來 那我覺得呢 就是 從 這兩個方面去看呢 我就會 是支持第三個 那 那麼 我希望 就是 作為區議員 來說呢 就不應該 是 看自己那部 我相信 元朗區議會 是應該是 元朗整體的利益 多謝各位 謝謝 謝謝 然後 我左邊 好嗎 因為兩邊 一邊說了 好 這邊 這位 在座各位好 我姓法 我也是 掌天水雲的 天情傳 其中一個 護照委員會的主席 其實我今天出來 想說 就是說 我們在座現在 坐在這裏 有心 出來 或者是 建議性 我覺得我們坐在這裏 很悲哀 政府不做的事 拿一億元出來 交給他去做 而我們拿著這億元裡面 就要看宋吃飯 市民急什麼 我們就做什麼 其實 你們 這幾項的建議 其實都是對 不止元朗區 整個香港 任何區 所以其實他們都可以 去得到 或者可以建造 這個 理想的項目 但你這個責任 應該是政府 那不要緊 政府不做 好像我們 好像 我們 市民區議員 或者是 黃志祥 主席 他都說 提出 很多方案 都接納了 只能夠在裏面 簡其一 街市我是贊成 很多民生上的東西 衣食主義 衣食行 都可能在街市裏面發生 銀馬夠不夠 地方怎樣撥給我們 怎樣去申請 怎樣去程序 這些是政府的 程序 規劃的問題 我們只是說回 我們自己本身 作為 居民 的要求 的訴求 急切性的 甚至說可以很持續的 這個希望是可以的 但問題就是 一個街市 對一個家庭 是很重要的 一日多些 洗多些 它是剩下的 不成正比例 大部份的得益 都是向這些 上市公司 又或者是 出租者 的既得利益 其實我今天說的 也是這樣 各位 因為我不太懂得表達 我只是奉上自己的心意 和自己的訴求 多謝各位 好 謝謝 小心 轉回右手這邊 黃卓健 大家好 我是元朗區區議員 黃卓健 今天 其實首先來到這裡 我很想多謝 很多個人 第一個 就是 梁志祥主席 為什麼呢 大家轉身後面看看 其實 都有很多人在你們旁邊 看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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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那裡簽了多少個名字 大家知道嗎 不如大家猜一下 一百 一千 一萬 十萬 十萬 沒那麼多 實際上 我也猜不到 為什麼呢 因為 我只有六張 我一鋪出來 十五分鐘簽完一張 十五分鐘簽完一張 簽到我要收檔為止 因為什麼都沒有 我相信 除了派六千元 在街上派這麼受歡迎之外 就是 這個天水圍街市 起天水圍 起個聖環處街市 或者起個綜合街市 並不是我黃卓健 一個人想出來的建議 這個建議 是二十幾年前 有天水圍這個地區的時候 梁志祥主席 和一眾的區議員 都是提出來的 我做了議員 只不過是兩年而已 都未夠 但我一到區 我已經感受到 很多居民有這樣的需要 剛才 有會眾就說 相信 這麼多議員 都會是為了元朗的整體福祉去出發 而我相信 興建天水圍街市 是其中一個 令到元朗和天水圍都會喜悅的方案 還有一件事 今天我很想很感謝 民政署的職員 因為 對上一次 曾經有一個諮詢會舉行的時候 只是在元朗區而已 但是 因為這一次撥款 時間很緊迫 他們都在白亡之中 抽了一個時間 亦都預約了一個會場 希望給這麼多天水圍的居民 去發表他們的意見 所以今天 大家要把握這個機會 把握這個機會 希望把你們的心聲 告訴你們 那麼多議員 還有那麼多民政署的職員知道 為什麼天水圍有這樣的需要 很多人問 黃昌健 為什麼你要這麼撐街市 你不要經常WhatsApp煩我 為什麼你經常發東西給我 很多議員都說 哎呀算了 不要搞那麼多事情 就是這樣 明知不可為 而為之就是我的性格 希望盡力做到底 是為居民做的 是為街坊做的 當然你也收到很多WhatsApp 盡可能我都盡量做 做到多少就得多少 因為我相信有這樣的希望 我想跟大家玩玩一個遊戲 這個遊戲很好玩的 但是千萬不要睡著 是不是 不要玩是不是 不想玩 好 我不玩 我想告訴大家 很簡單 就是 大家手上拿著這張紙 我當然尊重這麼多會眾的意見 如果有人不想玩 我當然不玩 是不是 我聽大家的意見 我是民選區議員 是的 大家拿著這張紙 看到有四個宜蘭 就知道 原來在元朗區建的街市 相對來說是很困難的 但是我相信裡面的問題 都盡量一一這樣解答 但是我想問一下 如果在元朗建大會堂 是不是完全沒有困難呢 一億是否夠呢 選址 有人靈透了 不夠 一億可以建到 如果說街市都建不到 多一層的話 那建大會堂怎麼可以建多一層呢 一樣道理而已 選址 選哪一道好呢 接下來元朗 其實我們已經有三個大會堂了 我們有朗平村的大會堂 我們yohu旁邊會建一個大會堂 我們元朗劇院 那裡又是有一個大會堂 那為什麼還需要多一個大會堂呢 還有根據地位會文件裡面 大會堂的使用率 平均來說 在朗平那裡只是百分之四十幾五十幾而已 即是有超過一半 其實是沒有用的 你再建多一個 又是沒有人用 又是說佈場很困難 那這個是另外一個問題 是佈場困難 不代表是沒有場用 我希望大家 那麼多位居民 我也很感謝那麼多位居民 今天出席這個會議 希望大家永遠去發言 去支持街市 因為我說是沒有用的 只是要靠在你們那裡 謝謝三代 好 謝謝 我們的會議時間 即是我們這個資訊會時間 至六點鐘 即是大家說話 希望精簡一點 好嗎 那就 紅青山這位